今天是我們旅行的第三天 我們拿車後駛到該薩尼亞或地圖的海薩尼亞 該薩尼亞位於地中海東岸旁 一個很漂亮的羅馬城市 大希律王在公元前30年 為了取代耶路撒冷作為猶太省首府 就開始在這裡建城和建港口 並且命名為該薩尼亞 來紀念奧古士督大帝 城裡有各種各樣的設施 包括廣場、柱廊、公共的浴池 或是劇場等等 完全是一個希列化的城市 我們一起看看 《翻查聖經》 該薩尼亞是一個國際港口 也曾經是官府 因為希律曾經住在這裡 也有監勞 因為保羅曾經押在該薩尼亞 在聖經使徒行轉 很多處的地方 都有提到該薩尼亞 原海的該薩尼亞 很快在當時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 和羅馬政府的基地 不過經歷史的洗禮 今天這個城市沒落 甚至在奧圖曼土耳其時代 被人拿來安置波斯利亞的難民 看完這麼漂亮的羅馬城市 想起聖經 給得前書一章二十四、二十五節 裡面這麼說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刀如草 他的未榮,刀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乾,花必雕謝 唯有住的道,是榮存的 好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